这位客人是我重庆本地的一位客人 一只眼睛的度数是275度的近视 另外一只是250度的近视 外加50度的散光 所以他两只眼睛的度数并不高 他这一次选择到的Slimber的Panto 整体选择是压光黑的颜色 镜腿是有选装了板材腿套 这只板材腿套我还在跟我们店里面的同事讨论 说为什么有的人就喜欢加板材腿套 他们给我的一致回答就是漂亮 如果您是过敏性皮肤 板材腿套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当然如果您觉得它确实漂亮 那就不可厚非 颜值是第一生产力 我先给大家上脸试带一下 好 整副眼镜我戴上去很轻 比我那副轻 因为我度数比它高一些 所以这副眼镜戴上去更轻一些 它的镜片比我的镜片要发黄一点 因为它选择到的镜片比较特殊 蔡司的架子镜片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也听说过 可能门店就告诉你说 你晚上要不要开车 如果晚上要开车的话 咱们就选驾驶型镜片 但是驾驶型镜片 为什么会有防眩光的功能 增景深的功能 晚上让您看得更清楚 针对于这个问题 我专门咨询了一下厂家 厂家的回复是这样的 我们的眼镜在暗环境和亮环境的时候 我们用的细胞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视锥细胞 一个是视感细胞 视锥细胞呢 主要是它对于白天亮光环境下感光能力更强一点 视感细胞呢 它在暗环境下面就是晚上嘛 它会要更强一点 但是呢 视锥细胞和视感细胞 它们感光的波段是不一样的 视锥细胞在白天 它的感光峰值是在550纳米左右 我们视感细胞呢 是在500纳米左右 针对于驾驶型镜片 它们就把550纳米这个波段滤掉 那么针对于晚上 那我们550纳米这一段的波段就很少进来 相对于视感细胞 500纳米的 那就放了进来 它感光的能力更强 它晚上看得更清晰 而且没有那么刺眼 驾驶型镜片它防眩光 其实我个人理解 它不是防 是减少而已 减少眩光 那我们550纳米之间的这个波段被滤掉了 白天怎么样呢 其实不太有影响 如果有散光 对于晚上的影响就比较厉害 好了 今天这一副眼镜的讲解就到这里 这是荣树嘉宇 买高中眼镜找荣树 品牌剧眼镜见过多 拜拜